早上好啊 我是老蔡啊 這兩三天呢 我開始練路考了 昨天練了一下路考 找了一個陪練的那個教練來練 被教練呢 是損得反正扣得一分不剩 然後今天我要出門練 因為教練說 我可能是這邊的規則不太清楚 因為在加拿大這邊開車 特別是 就是他這邊很講究這個路前 就是這條路 你在誰在這個直線上 潛力就是誰了 你轉彎必須得停 必須得踩死 就很多東西都跟我們國內開車不一樣 那往往都是國內十幾二十年 沒有過了這些老司機 就特別的 就是每次路考都沒有過 所以說我今天要先出門練一下 這個是我的大皮卡 好大的空間 現在我要換一個車 然後呢 去SGI 今天不開這個 開另外一個 剛才開我的大皮卡 我把他出去賺了一趟 老亮啦這皮卡 改天給你們拍一下 我租了這個車還沒到期呢 這個車比較小一點 皮卡比較高一點 打算還是用這個先練兩天 切SGI吧 又來到了SGI這裡 今天我是要來看別人怎麼考的 然後學習一下 然後再來熟悉一下各種各樣的路吧 這個是里甲那SGI 路考也是在這裡 然後還是有很多車在這裡等著練車 然後等著考試都有啊 然後我要從這邊開始練 我問了一個白人的小姐姐 她剛剛考完 我問她藍不藍 她說很簡單 我問她線路多不多 她說還好一般般 真希望印尼好一點的簡單一點 像我印尼不好 估計就比較藍了 我見到有個大哥在這裡貼這個標誌 然後他說是在裡面拿出來的 那如果你是新手貼這個的話 那別人一看到你就是新手司機 就不會讓你開太快 你們前面後面都可以貼這個 買了車多少錢 車? 我來買了三年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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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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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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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自加拿大 三十四千 三十四千 好 好 我住在這裡 你住在這裡嗎 對 我們是在中國的車 我們是在中國的車 OK 但是 我昨天去到歐洲 我現在停到路邊 跟著那個印度的大哥那個車 在那裡 看到沒有 他在那裡考 然後我跟著他的車 現在我停著休息一會 沒跟上那個印度的大哥 估計他已經考完了 然後我就在這附近熟悉 這個車是去考試的 我又來到SGI這裡 看別人考試了 這個也是一個印度的大哥 這裡的前面都沒有車牌的 有時候還挺不習慣 我現在就聽到 我在這裡練了一早上了 兩三個小時吧 SGI這裡 然後也採訪了兩個人都通過了 他说past,I passed,but not difficult 就是不是太难,有点简单 所以说我还得再练一下规则熟悉一下就去考了